大家好,我是Paul,走路到走路英文一起讀 我其实印象中好像做过这一集 可是又似乎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我很想分享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我所知道的英文的世界里面 让我觉得很有趣的 而且说有趣也无奈的就是 它里面有一些笑梗是 你的英文到了一个程度后 我觉得 Yeah, that's funny That's funny 可是他实在是翻不回中文 因为我们很难去了解他的脉络 所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家伙 他是谁 他的英文名字叫Chuck Norris 中文就翻成罗里士 他以前曾经跟李小龙一起拍李小龙几部片 所以跟李小龙在里面有对打过 那他当然就是代表着这个坏人,白人 那李小龙在里面演的是英雄角色 所以很难得的华人是主角 而且是这个英雄这样子 那后来又怎么了呢 没有怎么,就这个人也没有说 因为功夫片或跟李小龙打过什么怎样的 然后他就一炮冲天的就红起来 没有 他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的结束了他演艺生涯 然后他还是持续的有在接触一些那种 Martial Arts 然后就功夫啊什么武术啊这些的训练 有没有开个道馆好像是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路上的人就突然间对这个有兴趣起来 他们就把他捧成了一个 美国的硬汉的一个象征 Tough Guy OK,Tough Guy 那这个硬汉象征要怎么把它捧起来 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发挥创意 发挥创意 我觉得这是网路上的一个很有趣的特征 我们会聚在一起一起共同用一个同样的题目 去创造很多不同的一些内容出来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有时候去逛脸书的一些社团 就有这个啊,不是吗 我好像现在实在很难举例子 就是例如说出了一个对联好了 然后大家就你能不能也出一个类似的对联 我好像最近有看到这一个 然后下面就真的好多好厉害的家伙 就写出了真的很棒的对联 所以你看大家是想要有一个创意出口的 我觉得就我们这存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硬汉形象 的确大家也有一个 There's a need There's a need for a creative outlet OK,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creativity 所以他们就网路的世界就找上了罗里士 OK,他们就把这个罗里士 这个Chuck Norris这个人 用各种神格化的方式 说一些很扯很扯的东西 夹住在他身上 然后越好笑的越疯传 OK,所以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 好像是一个宗教一样 一个cult following一样了 那这就是一个迷因的很大来源 不过这个迷因部分比较不是这个影像上的 我知道现在所谓的迷因 可能多半都是影像上 像你都知道那个成龙困惑的那一个迷因 或者是姚名笑成这样的 的那个迷因 或者是那个青蛙 好像叫做Peepee还是Pepe Pepe the frog是不是还是叫做 就一个大眼蛙 反正这些迷因你大概就懂 那Chuck Norris的迷因就并不是画面上的 它是文字上的 我扯了很多了 我们来看 你应该懂我在说什么了 所以以下就是好多好多好多的 有关Chuck Norris的这些 根本很扯的的一些 但很搞笑的一些 这个facts这样子 或者jokes 一个个看下去 我真的不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 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他每一个都很好笑 不可能 你一定有的会笑不出来 那可是这列下去 列的是都是排名很前面的 就是来第一个看 Chuck Norris doesn't read books He stares them down until he gets the information he wants 好笑吗 Chuck Norris是不会阅读书本的 他就是瞪着书 直到他把资讯交出来为止 OK 所以表示 I'm a tough guy You better hand me the information That's it OK So stares them down until he gets the information he wants 第二个 Time waits for no man Yeah 时间不等人 这是一个老片语 老成语 Time waits for no man Unless that man is Chuck Norris 所以时间唯一会等的人 就是等 Chuck Norris OK吧 Yeah 第三个 If you spell Chuck Norris in Scrabble You win forever Scrabble是什么 拼字游戏 OK 所以就是 我很难去讲解它是什么 因为中文没有 那总之就是 你手上会有一堆字 那你可以用母音 子音的方式 拼出一些字来 那你拼出来之后 可能就可以 别人可以用你的子音 跟母音 再把它接续下去 所以就会继续长下去 长进来 那有些字是 甚至有一本字典 就那本 你想要用的字呢 得出现在那个字典里面 才能够使用 要是没有在字典里 拍摄就不能用 所以它蛮酷的 所以要是你跟他玩 这样拼字游戏 你竟然拼出了 Chuck Norris的话 你赢了 永远赢了 你永远不用再玩下去了 OK 好 Chuck Norris breathes air five times a day 第一句废话 Chuck Norris是呼吸空气的 可是他强调 一天只呼吸五次 是怎样 表示他就是肺炎超大 就是了吗 反正就是玩笑 好 再来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nothing Then Chuck Norris Roundhouse kicked nothing And told it to get a job Yeah 好 一开始 there was nothing 这是在模拟什么 在模拟圣经 讲那个创世纪的故事 OK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然后上帝说 来 让我们有光吧 Let there be light 其实就下一句 When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上帝说 让我们有光吧 Chuck Norris的回应是 你要说拜托啊 OK So Chuck said Say please 然后上帝知道说 Please 好 然后就有光了 所以就是说 Chuck Norris比上帝还厉害 这样有懂 上面刚刚还没解释完 所以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There was nothing 可是nothing也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然后Chuck Norris就 Roundhouse 踢了一下这个nothing 结果 然后而且告诉他 Hey You go get a job 所以他把nothing 你人化了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而且这里有个 Roundhouse kick 就是一个回旋踢的概念 那这个回旋踢 因为Chuck Norris American tough guy 然后会打架 会martial arts 所以很多很多里面的这些笑话 都有 Chuck Norris回旋踢的 你一脚的内容在里面 好再往下 Chuck Norris has a mug of nails instead of coffee in the morning See a mug of coffee 就是 Mug就是咖啡杯 所以一般人早上就喝一杯咖啡 A mug of coffee 可是他不是 Chuck Norris是喝一杯钉子 因为他是tough guy 他喝钉子 OK 因为你有觉得好笑吗 So he has a mug of nails instead of coffee in the morning Fine 再来 这一点我觉得不好笑 我真的觉得不好笑 If Chuck Norris would travel to an alternate dimension in which there was another Chuck Norris and they both fought they would both win 所以要是 Chuck Norris到另外一个时空 遇见另外一个 Chuck Norris 两个人打起来的话 两个人都会赢 因为总之 Chuck Norris是不会输的 Fine 再来 The dinosaurs Looked at Chuck Norris the wrong way before or once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m OK 所以恐龙曾经不小心 看着 Chuck Norris的时候 眼神不太对 OK 然后他不开心了 所以 Looked at Chuck Norris the wrong way once 曾经一度 那你就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 恐龙就灭绝了 Fine Chuck Norris干的 再来 Chuck Norris's tears cure cancer Too bad He has never cried 所以Chuck Norris的眼泪 能够治疗癌症 可惜的是他从来不会哭 很酷 OK 所以这个就是很扯 可是就觉得蛮好笑的 再来 Chuck Norris once roundhouse kicked someone so hard that his foot broke the speed of light OK 所以又用了roundhouse kicked 所以Chuck Norris曾经有一次 回旋踢了一个家伙 踢得如此的大力 以至于他的脚超越了光速 好了 我觉得没有很好笑 再来 If you ask Chuck Norris what time it is He always says two seconds till After you ask two seconds to what He roundhouse kicks you in the face 如果你问Chuck Norris 时间现在几点 What time it is 他总是说剩两秒 Two seconds until Two seconds until what OK Two seconds till I kick you in the face 还差两秒 我就要踢你的脸 就是这样 OK 所以two seconds till till what 所以你就会问他 Yeah two seconds till what 他就会 Roundhouse kick你 所以kick you in the face 所以这个我们有讲过 Kick somebody in什么部位 所以不只是kick Right Hit也是一样 所以我要是我打你的头 I hit you in the head 所以hit somebody in什么地方 也是用这个概念 所以Source是那一个人 部位是要用in来接下去的 假设我在 不小心开枪打你的脚 I shoot you in the foot 不是I shoot your foot 不一样 OK 好 然后再来 这点我觉得 好没有很好笑 还是读一下给你听好了 Chuck Norris appear in a Street Fighter 2 video game but was removed by beta testers because every button caused him to do a roundhouse kick When asked about this glitch Chuck Norris replied That's no glitch OK 其实还可以了 他有出院在Street Fighter 2 其实也就是那个街头霸王吧 还是叫什么的 快打旋风 靠北 所以快打旋风二代 他出现过 可是后来被那个beta测试员去移除掉了 为什么 Because every button caused him to do a roundhouse kick 所以不管你 因为快打旋风应该是有六颗牛 所以轻拳中拳中拳 轻脚中脚中脚 所以拳头跟脚的一踢一打这样子 然后各三颗 但他说的是每一个button 都会让他去回旋踢一下 那不就不对了吗 所以当被问到这一个游戏的这一个glitch 这glitch的意思就是游戏 有点当机当机当掉了这样子 所以glitch OK 游戏画面出了事这样子 写一下 glitch OK glitch 所以当被问到这个glitch的时候 Chuck Norris说 没有glitch啊 我本来就是没颗牛 我就是要roundhouse kick的 不然你要怎样 好啦 OK 来 自从1940年 The year Chuck Norris was born roundhouse kick related deaths have increased 13,000% 从1940年开始 也就是Chuck Norris生出来的那一年 回旋踢相关的死亡 增加了13000% 随便了 Chuck Norris doesn't own a stove oven or microwave because revenge is a dish best served cold 好 这就是很难翻成中文的一句了 所以Chuck Norris没有任何的炉子 stove oven 一样可以当成是烤箱 或者也没有 microwave 没有那个微波炉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他不加热任何东西 所以 如果你上一道菜 然后没加热 So you're serving the dish cold OK 假设我今天弄一个面 然后我把那个面同的凉面 才拿给你吃 So I'm serving you the noodle cold 听懂 所以他不加热任何东西 因为对他来说 复仇这件事情 就是要冷的才够味 OK So revenge is best served cold 你有没有听懂 我真的觉得这个不是很好解释成中文 但没关系啦 就这样子 事实上这个算是个 可以听得到的一个成语 要报仇就要 就是冷酷无情 冷血的报仇就好了 不要带有任何情感 也不要同情对手 报仇就是要报仇 So revenge is a dish that is best served cold 好了可以了 Chuck Norris不睡觉 他等 等什么 等天亮继续活动 他神 Chuck Norris does not sleep He waits 就这样 这样也就是笑话了 OK 还不错啦 There's no chin behind Chuck Norris's beard There's only another fist Beard在这里 我现在有那么一点点 OK 那如果你的beard很多的话 他就说 Chuck Norris的beard后面是没有下巴的 你下面只有一颗另外一颗拳头 OK 所以扯到说这个人竟然有三颗拳头 Fine 再来 The chief export of Chuck Norris is pain Export是出口 所以Truck Norris这个国家 他最大的最大的出口来源 出口的货物 就是痛苦 OK 所以他专门出产痛苦的概念 The chief export of Chuck Norris is pain 这个很酷 我喜欢 Chuck Norris recently had the idea To sell his pee as a canned beverage It is now called Red Bull 所以Chuck Norris最近有个想法 想到一个想法 来卖他的尿 当成一个罐装饮料 那个罐装就是用can这个字 把它变成被动的 因为它是被装在罐头里的 所以这里说的就是 Sell his pee as a canned beverage OK Canned 加这个字好了 罐装的 Canned OK So it's a canned beverage 现在他就叫做蠻牛 还是红牛啊 铜牛才对 还是我们中文根本不叫红牛 蠻牛是那个 保利达B生产的饮料 所以不一样 Red Bull 我们都好像就叫Red Bull 对不对 好 never mind 再来 If paper beats rock rock beats scissors and scissors beats paper what beats all three at the same time chuck norris 很白痴哦 所以这里是剪刀石头布的英文词 paper 就是布 OK 所以布不用的是什么cloth 或者之类 或者rag之类的 不是用的是paper 那rock是石头 c字是剪刀 所以石头营 布营石头 石头营剪刀 剪刀营布 那什么东西可以三个都营 chuck norris yeah there we go OK 好 然后 on the seventh day God rested chuck norris took over 好 这讲的是 又是上帝造人的故事 所以第七天上帝休息了 而这时候 chuck norris 就把工作抢过来做了 所以上帝 休息之后 chuck norris就来当神了 简单的说 下一个我觉得很棒 chuck norris can dribble a bowling ball 一个笑话这么短 真的也就很够了 他后劲很强 我觉得 非常后劲 就是创意很足够 bowling ball 就是保龄球 dribble就是篮球运球的动作 所以chuck norris 可以拿一个保龄球来运 最好是啦 可是这个名音很棒 你不觉得吗 OK 好 我觉得走到这里可以 但后面还很多 你看随便看下去 30级60级 50级60级 70级80级 我们走不完说真的 OK 走不完 那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或许你不懂的话 可以在我们lunch 来讨论一下下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 进步应用的方式 所以我也不一定懂 但总之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他可能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 好 我希望我今天做这一集 其实只是想要来 算是引个门 开个门 引你进来 然后让你自己把里面 这些有趣的东西再把它看完 那如果看得完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呀 我今天有帮到你进步应用 那我就功德无量了 我就很开心了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